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 RASHA 里面怎么使用 ChatGPT 那我们的做法事实上是要在 RASHA 里面 因为当使用者输入一些 RASHA 没有定义 我们没有在它的 NLU 或在它入耳时定义的一些讯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 RASHA 不知道怎么回应它 那在之前的话我们通常都是给一个固定的一个回应 现在的话我们就使用 ChatGPT 进来 然后根据使用者输入不同的文字 让 ChatGPT 去对它作为一个回应 所以这时候如果使用者随便乱输入一堆东西的话 其实 ChatGPT 还是可以给它一个蛮不... 就是说比较合理的一个回应 让就是说我们用 RASHA 写出来这种对话机器的人 看起来会比较不是那么的歹板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怎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要用 OpenAI 的东西的话 首先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先 使用它 API Key 这个功能去产生一个新的 Key 出来 比如说我们用 RASHA 用的 我按下去 我产生的 Key 把它 copy 下来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 Key 把它贴到这个... 贴到这个... 我们的平台里面来 首先我们把它放在这个 actions 里面 那要使用 OpenAI 的东西 当然要先把 OpenAI Module 把它 import 进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 里面这个讯息呢 我们把这个 Key 把它贴上来 好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Key 贴进来以后 接下来 OpenAI 就可以使用 好 那... 那...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加一个新的 action 这些 action 就是 action out of scope 的 action 所以当这个 action out of scope 被呼叫的时候 他事常就会跑 run 这个 function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 run 这个 function 里面 我们利用它传进来的 tracker 里面 我们从里面去把他最后一个讯息拿出来 那之所以会跑到 out of scope 这个 station 通常就是因为... 使用者输入了一个我们看不懂的讯息 所以我们就把他最后的这个讯息拿出来 然后... 使用 OpenAI 他们所提供的 Check Completion 的 API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用的 model 是 gbt-325-turbo 这个是专门为了 Check 的设计的一个 model 而且他事实上他的费用也比较低 所以... 比较适合拿来做这种... 这种对话的应用 好... 我们知道... 在这边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是把这个讯息呢... 传过去给 OpenAI 去做处理 好... 那... 这边的话我们通常还是要加一个 System 的讯息 让 OpenAI 知道说... 他应该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他通常我们这边的话... 我这边就说... 只是简单的说... 你是一个很有用的助理 所以要用助理... 请 OpenAI 用助理的角色来做一些回复 当然... 我们如果要让他... 帮他定自己的个性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写 看你要希望说... 他回应的时候是要用什么方法 是要很客气还是很凶的 还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去... 对 Open 这个 ChangeVD 他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角色去做一个定义 好... 那我这边呢... 事实上我只把最后一个讯息放进来 其实你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把整个对话记录全部都放进来 这样... 他产生的这种... 那个... 对话的品质可能会更好一些 不过我现在就简单的先把最后一个对话就放进来就好了 好... 那这样... 呼叫这OpenAI的API 他产生的回应后 我们直接就把这回应... 用UterMessage 把它... 传回给使用者 那这样就... 完成了一个... 一个... 对话的一个过程 好... 那... 所以呢... 那我们... 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事实上... 这定义了... Action Out of Scope 这东西 要让这个东西... 整个可以使用的有几个东西要做 首先呢... 那我们要到Domain裡面去把Action Out of Scope 把它加进来 这样... 这个Russia才至少多了一个Action出来 那第二个呢... 是说我们... 要先去定义一个规则 这规则就是... 当我们看到Out of Scope 的 intent 的时候 那我们就呼叫这个... Action Out of Scope 这样的话... 这个TrackGPT 的 function就会被呼叫 好... 那... 这个Out of Scope 这个 intent呢... 我们就必须要在NLU.YNL 里面去定义 那这个就是你定义一个新的 intent 然后底下写一些范例 那这范例其实可以随便写啦 那... 那当然... 后面如果你有发现说... 这个... 这有一些... Intent 他分类错误的时候 那你可以把这个... 造成错误的那句话 再把它放到这边加一个新的Example进来 这样... 就会使得它变得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已经把... Russia 这边修改好 让它已经可以... 使用这个... TrackGPT 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能就是要... 再做一个training 把这个重新training一次 好... 那... 那... train 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 Russia Share 来执行 好... 那... 同时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 使用Russia Run Actions 去执行我们刚才定义的那个... 那个 Action 好...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它现在... 就会花点时间载入整个模型 Russia 载入模型还挺慢的 但是... 它基本上只要在执行的时候载入一次就好 后面的话... 就... 就... 就会直接回应 好... 现在结束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 随便我打一句话... 比如... tame me a j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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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我这边写出错了 我看看,什么个出错法 是不是这边出错 诶,我的API KEY写错了吗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好,我看一下这API KEY是不是有问题 我刚才是不是没有复制到呢 我刚才可能忘了把这边贴进来的样子 所以,事实上他用了一个旧的KEY 好,那我现在把它贴进来 这样就应该会好 好,那我再试看看 ok 所以我说,Tell me a joke about a dog 好,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做一些回应 这些回应事实上是确切比例产生的 是确切比例产生的回应 好,那当然我也可以做一般正常的 比如说我这个 book a ticket 这是我原来的Russia 里面要做的事情 好,这个时候他就会问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所以这会进行正常的流程 好,你可以看 这边其实他回应是非常快的 因为他是完全在Russia 里面处理 但是我前面这句话 他就花了一点时间才回应 因为这个东西要去call 切GP API 大家知道切GP API 它事实上是一个字一个字产生的 所以他事实上 会花点时间才能把所有这些字 全部都产生完 好,那如果我们问的问题 稍微复杂一点的话 他搞不好会回应很长的 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他花很长的时间 才回应 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结果 好,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其实已经可以用切GP来帮我回应一些 就是我在这边无法回答的问题 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可以想想看说 怎么样的把切GP这种东西 放到大家的这种project里面去 你的project里面 看起来会更生动一点